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务必要记得一口诀 FAST四步骤 F主要是会请患者微笑 观察是否有一边不对称 A是会请患者双手平举10秒 观察是否有一边下降 S是会请患者读一句话 观察是否清晰且完整 T则是要明确记下发作时间 除了大众熟知的血液循环不良 万岁到症候群也是导致手脚麻的原因之一 台湾骨科医师胡明贤提到 通常手部麻的地方会在前三只 主要原因是平常手部使用过度 像是常打电脑 用手机做粗重的工作或做家事等 造成万隧道的横刃带遭受压迫 会让人睡到一半经常被麻醒 冬季炎冷的天气下出现手麻脚麻的情况 让许多人常无法分辨是因为天气寒冷所致还是中风的前兆 胡明贤指出中风通常具有其他的全身症状 例如无法控制口水 眼睛看不清楚或一些单边功能上的协调问题等 不会只出现单手一直麻的症状 针对此问题 台湾神经部医师蔡新希则表示 天气寒冷时 末梢的血液容易有血管收缩的情况 所以会容易出现手脚冰冷及麻木的状况 但的确也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征兆 无论造成手麻脚麻的原因为何 医师群皆呼吁民众 若发生症状或观察到身体的异常时 应提高警觉并紧速就医 才得以让医师做出最精确的判断 切勿轻忽手脚冰冷容易手麻脚抽筋的情况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